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黄河 在中国古代啊 准确的说是在秦汉之前 如果提起河的话 那只能指的是黄河 不可能是其他的河 那么其他的河叫什么呢 其他的河只能叫做川 或者是叫做水 这就是黄河 就像某一部小说中讲的那样 只有赵太公家的人才配姓赵 他孔宜己哪配姓赵啊 同样要说江的话 那只能指的是长江 至于其他的河流 也只能称作川或者是水 大家都知道五月可能不太熟悉四读 据尔雅试水记载 中国历史上有四读 就是四条最终流入大海的河流 分别是济水 黄河淮水和长江 大家看济水只能称作水 淮水就是现在的淮河 但是在以前只配称作水 这四读呢也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四位河川神 他们就是南读长江 东读淮水 北读济水 西读黄河 后来呢又改成了西读欧阳风 黄河跟欧阳风一样 脾气不太好 他的这个脾气不太好呢 是因为他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 就是不管他流经何处 你说来就来吧 他还非要带点东西 带的全是沙子 所谓的九曲黄河万里沙 这么多的沙子最终是把河床垫高 黄河就频繁的绝口改道 在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每个朝代都要将治河作为一件最大的事情来抓 不然的话 黄河马上就会给你点黄色看看 到了清朝的康熙年间 康熙也是下决心要大力的治理黄河 就像剧中讲的那样 那么康熙为什么要花这样大的力气来治理黄河 是不是就是为了黄河两岸的黎民百姓 为了天下苍生 这恐怕是一个原因 但绝对不会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治河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保证曹运的畅通 而曹运恰好是大清王朝的生命线 是他的主动脉 清王朝是定都北京 所以北京就聚集了大量的人口 人吃马胃的需要很多很多的粮食 而这些粮食单纯依靠北方的生产供应 是供应不来的 所以必须要依靠长江领域出产的粮食 才能够满足经济各地的需要 所以每年都会有大批的粮食 从长江流域一直运往北京 这就是所谓的曹运 而负担曹运的京杭大运河 也就成了清王朝的重中之重 到了康熙年间 黄河泛滥绝口 已经到了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程度 所以不治已经是不行了 而且从剧中大家也了解到 康熙那时候正在平三番 他还有一个玄瑞绝的台湾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曹运的畅图 只有南北水稻通畅 物资可以正常的流动 才能够保证康熙这两个既定目标的实现 否则的话 如果曹运中断 往轻了说 可能京城的官员会发不了响 百姓会断粮 往重了说 那就平不了三番 任由三番做大 那到时候这江山可能又要改名换姓 所以说呀 康熙治河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他的政权 当然了 治河成功 自然可以汇集黄河两岸的百姓 这个目的能够达成 那自然是再好也不过了 黄河不泛滥不绝口 老百姓有田耕种 有产出 就能够给清政府上交税赋 所以如果黄河治理好了 那肯定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黄河两岸百姓的利益 与曹运产生矛盾的时候 康熙又会做何选择呢 他一定会选择曹运 保曹运 而淹农田 实际上呢 康熙皇帝也是这么做的 从康熙十五年开始治河 在这过程中 黄河也多次发生了绝口 而每次发生绝口 都是以毁堤 让黄河攻入农田为代价 而保证曹运的畅通 比如说剧中提到的高家雁大坝 现在呢 叫洪泽湖大坝 这个大坝呢 建在现在的洪泽湖的东面 面临的就是黄河 所以面临黄河的这边 是建的是越来越高 目的就是保证黄河能够正常的入海 不至于四处四虐毁掉了曹运 洪泽湖东面的大坝是越盖越高 西面可没有这么高 随着大坝的建高 水位是逐渐的升高 最后自然会导致洪泽湖西面的溃堤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叫四周的城市 就是因此而没了 康熙二十三年 也就是治河的八年以后 当时的一位监察御史叫李时迁的 就曾经上书康熙皇帝指责河道总督晋府 他是这样说的 晋府为总督重臣 一英和武 接其宗礼 连年指之运道之当即 筑堤以宿水 建坝以宝堤 专其于上河 而不知高宝一带 下河卧也千里 田地甚多 一字黄河沙殿 海盗不通 美玉一语 已告 尽赴日那简坝之水 而无出路 民生国父良有忧 观奈何听其日 在水乡而不叙乎 李时迁是江淮人士 所以他的观点首先是要考虑到他家乡人的利益 这样虽然会失之于片面 毕竟黄河的治理牵连到了好几个省 康熙和河道总督晋府 他们应该是站在一个全局的角度 但即便如此 我们从这份奏折中仍然能够看出 康熙和晋府 他们的工作的重心是在哪里 他们最终要治理的是哪里 晋府和陈皇的治水方法 比如说剧中提到的宿水公沙 还有建减水坝等等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完全照抄明朝万历年间的治水能臣 潘基逊 潘基逊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一个治水能臣 其实晋府和陈皇的治水难度 比起潘基逊来说要小不少 对于晋府陈皇来说 只要保证黄河不泛滥 运河里有水能够保证曹运畅通 这就算万事大吉了 至少乌纱帽绝对可以保得住 而对于潘基逊来说 他还有一个麻烦事 除了保证黄河不泛滥 运河有水以外 他还要保证明朝皇帝老朱家的祖灵不能被淹了 老朱家的祖灵那是在淮阳 那可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潘基逊就采用宿水公沙建减水坝这些方法 确实有效的解决了前两个问题 至于第三个问题 他也是通过不断的加高洪泽湖的河堤来解决 但终于有一次淮河泛滥 是在万历十九年 接连的大水冲破了堤坝 把朱元璋的祖灵给淹了 以后老朱家的子子孙孙 要是想去祭祖的话 得先考一个潜水证 要不然的话 去了就不一定能回得来 这下肯定是把皇帝惹翻了 最后潘基逊受到弹劾而治世 四年以后就去世了 其实潘基逊也知道 他的这个治河方列实际上是有一个大bug 就是以牺牲淮河的代价 保皇河 保运河 保曹运 明朝的时候也有曹运 所以潘基逊在离职以后 还给万历皇帝上了一份奏书 核心思想就是希望能让四周搬家 搬到淮河南岸去 因为那里有山 地势比较高 但朝中的著臣讨论来讨论去 最后的结论就是 等等看吧 而到了康熙十九年 四周城最终被洪水磨顶 成了一个泽国 到了康熙三十五年 四周城完全被泥沙掩埋 成了中国的庞贝城 明代的顾炎武 曾经评价明朝的治水方针 说明朝的治水 总是与转曹要路和宗藩所在的安全 为核心目的 而并不是从国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为出发点来考虑 这里虽然说的是明朝的治水方针 但是因为清朝的治水方针 完全仿效明朝 所以其实清朝也是一样的 当时有一位叫崔维雅的大臣 也上了一道奏折 除了列举了进府治河不利的几项指控以外 还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治河方略 简单的说就是为淮河挖一条自己的出海口 不要让他再与黄河争出海口了 把出海口完全让给黄河 因为崔维雅已经意识到高家雁不能再加高了 洪泽湖也不能再蓄水了 必须要在洪泽湖的南岸开辟一条河道 然后呢与曹运的河道相连 让淮河之水从扬州注入大海 这等于是淮河用了书自绝 而黄河用赌自绝 这与进府和陈皇的治水方案是截然相反的 进府陈皇的方案是黄河用书自绝 而淮河用赌自绝 但是崔维雅这个方案有一个最大的弊端 就是如果这个方案进行的话 有可能淮河之水会冲毁曹运 所以当崔维雅与进府到康熙帝面前去当庭辩论的时候 康熙帝明确的表示支持进府的方案 而否定了崔维雅的方案 目的还是为了保曹运 我讲这些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大家明白一点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部剧是一首帝王的颂歌 康熙皇帝确实是一个想干实事的皇帝 他也确实做了好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大力治理黄河 通过进府陈皇的努力 也确实给黄河两岸的百姓带来了几十年的安宁生活 但是呢 我们也要清醒的意识到 康熙必定他还是一个帝王 他所有工作的重心 全部是在维持他的政权之上 进府和陈皇也无疑是治和的能臣 他们也确实具有在剧中所拥有的那些优点 比如说清廉 比如说忘我 比如说牺牲精神 但他们同时也是皇帝的大臣 是皇帝的奴才 他们必须秉承皇帝的旨意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抹杀他们二人的功绩 而是说每一个人在他的历史时期都有他各自的局限性 他只能做好他能做的事情 至于其他的事情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 进府后来又和于成龙展开过一场停前的辩论 于成龙主张是输郡入海的海口 但进府认为海平面比较高 这样会引起海水的倒灌 还是坚持用以往的速水攻杀的方法进行治理 这次康熙皇帝是支持了于成龙的主张 因为这个方案比较省钱省力 进府虽然还继续担任河道总督 但明显他在康熙心中的地位已经不像以往那样稳固了 到了康熙27年 徐前学的门生御史郭秀弹劾进府 说进府陈皇治和不利 而且阻饶下河开郡又望兴屯田之意 而且还抢夺民田 一个月以后 郭秀干脆又把进府的后台明珠给告了一桩 说他结党营私贪赃王法 这下是一时激起了千重浪 众臣纷纷响应 进府自辩无效 被康熙革职查办 陈皇被下入大狱 后来在狱中冤死 郭秀参明珠实际上是康熙受益的 而参进府不过就是一个引子 顺便说一下 历史上的徐前学并不是像剧中那样是一个小官 像是陈皇和高士奇的根屁虫 其实他是在康熙十一年进市吉地 中了王眼就开始在朝中做官 而康熙年间的治水是从康熙十五年开始的 徐前学历任内阁学士甚至是当过刑部尚书 所以御史郭秀是他的门生 这点一点也不奇怪 历史上的徐前学是属于索额图一档 所以他的门生郭秀才会弹和明珠 这点也就说得通了 康熙皇帝后来又想起了进府的功绩 那又是怎么想起来呢 那是康熙在南巡视察曹运的时候 视察了进府开凿的中和 所谓中和就是取代黄和成为曹运的一部分 这样就避开了黄和中经常绝口最难走的那一段 自中和开通以后 曹运就变得更加的顺畅了 康熙视察过中和以后看到了进府的功绩 所以后来又将进府召回 重新担任和道总督 所以说康熙重新认识到了进府的价值 还是因为进府保证了曹运的畅通 不过这时候的进府年事已高 而且身体又多病 再任没多久就去世了 刚才我们说了 曹运是大清帝国的命脉 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但为了确保曹运的畅冲付出的代价也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有没有一个更加方便的替代方式呢 其实是有的 就是海运 据明朝成化年间统计 如果运送一斤粮食进入北京的话 那途中通过曹运的消耗要达到三四斤粮食 而如果要走海运的话 南方各省需要运送的粮食通过长江进入出海口 然后通过海船运送到北方的港口 这种方式呢明显要辩解很多 但却一直不被明清两朝所采用 其中的原因最主要的就是曹运在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 曹运经过的地方多 每个地方都要停靠 而每个地方的地方官曹运官员都可以从中伸一把手 捞一点好处 而海运则不同 中间停靠的站点很少 中转环节少了 官员下手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了 而且如果停止曹运的话 那可能就意味着上百万人会失去工作 这样呢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当年明朝的时候裁剪驿站 就裁剪了一个不该裁剪掉的人 李自成 所以啊这对清朝的统治者来说 这也算是前车之鉴 不能轻易的动这个 所以为了稳定就一定要维持这个 哪怕是非常低效浪费 而且滋生贪污腐败的曹运 咸丰年间还真搞过一次海运 不过呢这也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那时候呢正在闹太平天国 而且呢黄河又泛滥 曹运被中断 无奈情况下 咸丰才下令走了一次海运 而且啊还要特别告诉那些官员们 咱们就走这一次 下次咱们还要走曹运 只要曹运能通 咱们就走曹运 保住你们的饭碗 这次海运的效率 比起曹运来说 那要好了不知多少 但尽管如此 曹运一旦能够恢复 还是要走回曹运 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自己的判断 当然了这些就不是这部剧 所想要告诉我们的了 咱们再来说说黄河 看这部剧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有一点觉得奇怪 现在的黄河的入海口 是在山东的东营 可是在剧里头 为什么黄河总是跟淮河过不去呢 淮河可是在江苏 那是在中国的南方 黄河怎么会是从江苏入海呢 其实这事啊 还真赖不得脾气不太好的黄河 现在黄河确实是从山东的东营入海 但是呢 在四百年前的清朝 黄河的入海口是在江苏 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夺怀入海 而夺怀入海并非黄河自己所为 完全是一场人祸 其实在宋朝以前 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的 以前我们讲过 东汉汉明帝时期 王景治河 最后保证了黄河千年无水患 说是千年 实际上是八百多年 王景治河的时候 是在公元七十多年 那也就是说 到了五代和北宋的初期 黄河才开始拔脾气 我们大家都知道 施奈安的那本小说 水浒传描写的是水泊梁山的八百里水寨的那支所谓的起义军 现在如果我们看山东的几名就是梁山水泊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现在呢其实并没有什么水泊 只有一个人工开凿的一个人工湖 冒充梁山水泊在那招揽生意 而在北宋期间 那里确实有一个方圆五千多公里的梁山水泊 当年苏市任徐州之州的时候 还曾经治理过黄河 就是在梁山水泊的南边 所以梁山水泊是从鲁西南一直到了江苏的徐州 这个面积是非常之大的 这么大的面积才能藏得住宋江这支起义军 如果真是像现在那么大的水面面积的话 那恐怕当地的居委会就完全可以招安宋江了 这个梁山水泊实际上就是黄河从山东入海过程中留下的黄泛区 是黄河泛滥形成的 那么为什么后来梁山水泊又消失了呢 这就要说到南宋初期 南宋初期为了防止金兵难寝 当时的丞相杜冲就凿开了黄河大击 想用黄河之水阻挡金兵的前进 那最后有挡住金兵呢 没有 金兵绕了一个道进汛往南进发 并没有耽误什么 这次绝口的结果 就是黄河离开了自己已经走了几百年的故道 开始向南夺怀入海 黄河的体量远远大于淮河 而且又携带着大量的泥沙 所以当它抢占了淮河的入海口以后 淮河的水无法正常入海 淮河的体量本来就很小 容纳不了黄河那么大的庞大的水流 加上泥沙堆积 入海口堵塞 黄河就开始泛滥 于是就形成了后来几百年的黄泛区 这一切都是杜冲所为 所以哪位如果还想祭河神的话 别忘了把杜冲扔下去 让河里的王八尝点新鲜的 再后来的元明清三朝 就得不断的在治理黄河上大发血本 但这三个朝代都有曹运 所以他们都要保证曹运的畅通 所以也就不得不拆了东墙补西墙 牺牲淮河牺牲农田 保证曹运的畅通 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河里的王八觉得杜冲的肉不够吃 还可以再加上几个人 比如说明朝的李自成 黄树甚至是崇真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说在明朝末期李自成起义 那时候的李自成刚刚拿下了洛阳 享受了一顿世纪大餐 俘禄兽 所谓俘禄兽就是将俘王和一头鹿放在一起煮 然后李自成和他的重将们一起分食这锅肉 吃完了肉九足饭饱的李自成 一边打着没有什么人味的格 一边开始率兵围攻开封 李自成想要拿下一个完整的开封 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所以他就派兵围困 驻守开封的是周王诸公萧 这个周王守城的决心很大 而且是不惜钱财 他把自己的私房钱全都拿出来犒赏官兵 所以呢官兵守城的决心也很大 但李自成的叛军围困的时间一长 城中还是支持不下去了 毕竟是没有粮草了 城中已经出现了人吃人的景象 这时候远在北京的崇祯皇帝也想救援开封 他采纳了一个叫黄树的推官的建议 要撬开黄河大堤 用黄河之水来击败叛军 这个计策表面上看是有效的 大堤凿开以后洪水呼啸而下 李自成大军来不及躲闪 有三万之众葬身于洪水之众 但洪水无情 帕克分母亲哪个是叛军哪个是周王 洪水冲走了城外的叛军以后 依然是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开封的城门也挡不住汹涌的洪水 洪水入了开封城 开封城顿成人间地狱 几十万人最后葬身于于府之中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封城 实际上已经不是明朝的开封城 也不是宋朝的开封城 在现在的开封城之下有六个开封城 而明末的这个开封城就是其中之一 而在其中有多少生灵死无葬身之地 不可计数 黄河经过此次绝口以后 一发的不可收拾 后来黄河泛滥又夺怀入海 导致了怀河泛滥 最终淹了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祖灵 最终也宣告了这一个王朝的末日 然后就是清朝 就是剧中我们看到的黄河咆哮的场景 一直到了1855年 也就是咸丰年间 黄河突然改脾气了 它突然发动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这次旅行的终点并不是在淮河 而是向北重新流入了山洞 这就是历史上发生在公元1855年的 铜瓦乡黄河绝口 黄河由此又改到了 这次是回到了它700多年前 曾经走过的那条道 当然了 刘京的省份相同 但700年过去了 沧海桑田 原来的河道早已经不存在了 但任性的黄河自己开辟了一条河道 当然在这其中 自然也就带来了山东人民的灾难 自那以后山东连年遭受黄河的水患 山东人在自己的家乡已经待不下去了 万般无奈之下 他们开始了闯关东 闯关东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起因就是因为黄河 因为清朝的满族皇帝 一直采取民族歧视和隔绝的政策 他们不希望有大量的汉人迁居到他们的龙兴之地 他们的关内 他们还希望保留关内这块地方 如果中原待不下去的话 他们还能为自己留一个落脚点 所以在之前 汉族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关内的 但因为有了黄河的水灾 山东人在本地实在是活不下去了 铤而走险 才有了闯关东 黄河改道以后 曹运自然也就中断了 所以才会有了咸丰年间的海运的尝试 这次黄河改道 虽然给山东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几十年以后 黄河在初步治理好 但同时 这次改道也有一个莫大的好处 就是以前 黄河跟淮河争夺入海口 造成了黄河和淮河都经常泛滥 但这次黄河改道以后 就与淮河分道扬镳了 以前两条河流经常泛滥 造成了晚北和苏北年年是洪涝灾害 而山东则年年干旱 这次呢 改道以后 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明显减弱 而山东也有了黄河水的灌溉 这也算是一场意外之喜吧 说起来呢 很有意思 黄河改道以后 在清朝官场的内部 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呢 是以直立总督丁宝珍为首的 他希望将黄河 重新倚入淮河的故道 就是让黄河改道向南流 回到以前的河道中去 而主管江南的李鸿章 则坚持黄河既然已经从山东入海 那就随他去吧 不要再往南边来了 两方争执不下 当时的咸丰皇帝和后来的同治皇帝 也委决不定 一直到了光绪帝的时候 才听从了翁童河的建议 保持了黄河现在的样子 就是从山东入海 有人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也有人表示不同意 说为什么不是长江呢 长江不是也是孕育了无数的中华儿女吗 有人说黄河是中华民族苦难历程的象征 而长江则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活力和希望 所以这就难怪近代的很多人都会把长江放在黄河之前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那首歌 长江长城 黄山黄河 长江黄河到底是谁先谁后 谁是缘起 谁是济发 这是一个可能会永远争论不休的话题 但对于我来说 我心中的母亲河 就是从运河流入北京子竹苑公园的那条小河 在那条小河里我曾经捕过鱼虾 曾经游过游 那里有着我很多的童年的记忆 但是因为这条河的上游有一个样造厂 专门样造酱油的 所以呢 这条河就受到了污染 现在这条河已经变成了生抽还是老抽 我已经不大清楚了 但是在我心目中永远记着那条轻烈的小河 那才是我的母亲河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兰克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